一歲男童凱凱透過兒福聯盟轉介交由保姆照顧 卻疑似被淋虐致死 其中負責的社工也挨告 案件進入司法調查中 卻已經重挫第一線社工員的士氣 更不用說正在就讀的社工系學生 也可能因為社會氛圍和職場環境 影響到畢業後投入的意願 他們當時是陷入比較低潮的狀況 但是我自己的觀察是社工缺工 也不是只有凱案才有 他們承接的個案量非常的高 然後又有一些績效的結案的壓力 所以他們常常就會在這個兩難的困境之下 就是要面臨行政的壓力 然後又面臨個案長時間無法改善 我覺得那個可能是 我們的一直沒辦法留住人才一個很大的困境 社安網要健全社工不可或缺 但他們的工作環境和待遇又是否有提升 看到負責兒少保護的守門人保護性社工 全國編制1985位還有610人的人力缺口 只是缺人的惡性循環下 不只在職的社工負擔加重 當然也會衝擊到開案的能力 開開案事件之後讓社會更加重視兒童保護的議題 根據衛福部的統計 兒少通報數據是有逐年增加的 從108年的39000件到112年增加到了56800件 這個增幅達到了三成 也讓衛福部更加重視到兒童問題 通報數上升 開案率卻是反向呈現下降的 108年兒保開案件數有一萬一千一百一十三件 佔比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接著開案率逐年下降 到了一百一十二年只有百分之二十一点七 而且學者統計未開案而虐通報個案中 一年內再被通報的比例接近五成 未開案代表服務沒有進去 就存在者而虐案件無法被立刻揭發的風險 確實也發現有一些案件 如果沒有開案服務的話 可能再回頭的狀況是高的 所以我們也透過數據分析去 透過這個家戶的風險圖 然後讓社工知道說 這個案子可能他的家庭風險度是比較高的 他們可以運用工具了解 那這樣的案子就 理當就會進到中長期的服務 通報來的案件我們都需要去服務 那只是他服務的層級 用一個分級回應的措施 比較難的 複雜的 這就是專業社工處理 那相較比較輕微的我們可能是進到親子檢壓 那另外有一個比較像是意外型的案件 他們也需要家庭的支持 那個就會請民間團體加這個官訪員去 為了補足保護性社工的空缺 衛福部推動家庭官訪員制度 通報評估後風險較低者就會進入這個系統 但各縣市家官員負荷量以及仿視率不一 新北市只有3% 但每位家官員的負荷量卻是高於全國近兩倍 台南市的家官員仿視率也只有9% 顯示人力也短缺 在我們112年的一個家官員的個案裡面 我們就有58案的兒童家庭 是由我們的家官員重新轉介到我們的兒童保護個案 當我們深入這個家庭 與家庭建立比較是密切的一個互動的時候 其實比較有機會能夠覺察家中的風險因子 希望能達到親子教育關懷促進家長和小孩之間的關係 但其實前端預防更為關鍵 牽涉的層面也很廣 所謂初級預防這個部分我覺得做的還不夠前端 我們的公共托育可不可以就是說 在那個時間的安排上或者是步點上 可不可以滿足這些一人育兒的需求 假設說他給的支持很足夠 就算沒有原生家庭的協助之後 其實他在照顧崩潰的困境 就可能會減少很多 通報率一直增加 開安率反降 或許讓通報數降低 預防這一塊也該投入更多資源 涉安網希望把每個小孩都接住 該思考制度如何更全面 TVB新聞連這就有宣傳會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請問下載TV 請問下載TV